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 有需要檢視首帳級官員的選拔和晉升機制及方法 認為部分首帳級職位可以從其他政府部門選拔人才 去確保能者居治 我們未來更加要確保機制上 能讓隊伍更加積極主動 以往我們很強調專業性 很強調我們是否要跟隨程序 我們是否要根據法例去做 但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對於維護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的意識 這可能我們沒有強調 或者是比較弱